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鱼翼之兔 这周你过得好吗? 嘿,经历了上一周喉咙不舒服生病 那这周回来拍片啦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首先就是旁边看到的这个娃娃 跟这个惊喜包的部分 还有一只大的就是夹娃娃机的战利品 跟这个惊喜包的开箱 喜欢这样子的影片 不要忘了给我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全部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 那就来开箱这三样东西啰 好,今天的视角 诶,等一下 好,今天的视角有比较不一样 然后不知道这个视角觉得怎么样呢? 诶,我还是要后置看一下 怎么样灯光之类的 有没有好 那也欢迎就是下方留言回馈给予我 呃,这个角度怎么样 好,首先从这一只小只的开始 这一只就是愿意跟我回家的死迪奇 我原本啊,一定放弃了 结果后来 诶,再去换钱 然后他就夹下来大概五六十块夹到这一只 趴趴睡觉的这个死迪奇 超级可爱的 但他的毛为什么是白色的 这是一个呃呃呈现碎姿非常可爱的死迪奇 然后这边有他的那个标签 很可爱 但这应该不是正版的 没有那个授权标签 超级可爱的 屁股这边还有一个标签 整个就是超级可爱的睡觉 呃,看他睡觉的时候就好疗愈好舒服的感觉 再来是大只的 也是啪啪造型的 这个,呃,柴犬吗 他没有那个标签哦,标签在这边 他没有说他是什么 他只有写他是造型填充玩具而已 然后有他们的FB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领巾 很可爱的一个领巾 然后他的头的比例非常的怪 他可能是因为他要趴着的关系吧 然后整身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比例子 他就多大 大概两只这个死迪奇的距离 超级可爱的 就是应该是柴犬之类的吧 然后这个也是蛮大只的 只是我觉得他这边的比例快快的 这只是我妈夹到的 然后刚好就是遇到保夹 才可以把这一只10块钱就夹下来了 超级可爱的 再来就是惊喜包 这个是我在加码买到的 然后看到我就想要买 因为我最近啊就是想要做的手帐嘛 就想说哎看惊喜包不是都会有那些贴纸啊便条纸那一些的 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会不会拿到这些然后就可以随机拿到我那种封布我手帐的一些贴纸啊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有那个笔记本之类的就是可以换写那个手帐这样的结果好像没有抽到笔记本倒是抽到蛮多的便条纸啊笔记本有 不过我拆开来看了因为我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的这个笔记本就是这种超薄的没几页的这一种那就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封面拿掉 然后这个的话就自己在加也是可以的超少的 这是应该是图画本因为他是画成这样的 然后有点都有那种小瑕疵啦就是脏脏的这样子 超薄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薄的笔记本 然后这个是我会开箱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 以前都是那种什么包装纸啊然后那些便条纸的 他也有便条纸但是他这个便条纸非常特别的是 这个是花旗银行的出的那种便条纸 这样子花旗银行就是保险的跟银行的这种便条纸也在金币包里面 我就觉得很特别是这样子的就是类似一个银行卡的这样子便条纸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很少看到金币包是有这种保险啊然后或者是这种银行的这种便条纸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来开箱这一包 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这种便条纸 然后我又拿到的第二个是台湾能秀保险的就是他的那个龙 他这个是可以立起来的这样立起来的 然后你这样就可以把当手机的支架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张这样子的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就写下来 然后如果你想要当手张的话你就把这只龙给剪下来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这个跟我之前拿到的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他这个还有那个通讯处的我之前那个是没有的 然后就当一个手机支架这样龙龙的手机支架也是蛮可爱的 或者是你要放名片也是可以 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第一次看到金币包里面有这种银行的跟这个台湾能秀的 这种便条纸 再来一样是便条纸 这个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虚眼的那种便条纸 一个蓝色跟绿色这一包几乎都是便条纸比较多一点 这个就是那种防水的索引贴 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颜色 也算是便条纸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39元 这个19元 这个也是19元 这样38 38再加39元 到时候我再后装说大概是多少钱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用钱的吧 再来是笔 这是这种可以画画的那种有不同颜色的那种彩绘笔那样子的 然后这个是自动铅笔 这个它是写10块钱 建议售价10块钱 这个就没有了 这应该好像也要二三十块吧 这种笔 这刚好可以拿来那个手杖然后那个涂色 是OK的 然后里面居然还有回文针 回文针也是蛮少看到的 几乎都没有 就是回文针这个我也觉得蛮特别 还有这个硬台我也觉得超级特别的 很少看到这两样东西 通常都是那种夹子之类的 所以看到这个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这是黑色的那种硬台 然后这个是回文针 回文针是80路的 然后是这种不锈钢材质这样子的 然后有这个硬台 我觉得我就可以去买印章来去公布一下 我的手杖这样子 这个回文针至少也要 80路应该至少也要四五十块要吧 这个硬台应该35块应该也要吧 它没有写价钱 而且这个居然还有实用期限 我第一次知道硬台还有实用期限 没有写价钱 没有写价钱 这个已经被打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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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该不会是二手货吧 第一次看到这个商品是被打开了 我这个硬台我都还没有拆 所以我去 看起来还是蛮新的 不像是二手货 就这样子 黑色的 这可以拿来 戴那个手杖硬张应该还不错 再来 第二个回文针 同样的 我看颜色一样吗 嗯 一样的 一样亮子 再来就是一定会有的这个A4的这个资料夹 Snooby的 这个的话它没有写价钱 嗯 但是它有它的正版标签 这个 哦呦 这边写特价19块 那 应该是有超过这个价钱 看起来应该是有超过 我觉得这包我都觉得还蛮特别 就是 超薄的 这个 然后还有那个 受险的 那个 还有这个回文针 我都觉得还蛮特别的 好 就是跟一般的那个 进行包不太一样 就是 第一次看到这么 真的我要说第一次看到这么薄的笔记本 然后跟送印台的这个 然后居然还有受险跟银行的这个 便利帖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包很蛮特别的 所以就特别开箱了 今天的开箱的影片就这样子了 不知道你喜欢这样子的开箱的影片呢 你觉得哪一支是可爱的 或者觉得这个惊喜包非常的特别呢 然后觉得说也没有很特别啊 惊喜包都是这样子的呢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惊喜包非常有值得呢 或者是这一支超级可爱的 还是史迪奇很可爱呢 睡觉的样子非常可爱呢 诶 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留言 我都会给你一个爱心爱心 我是鱼翼之兔 希望你看完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